如果2024A演习释放的信息 是解放军绝不允许激进台独暴冲闯关 那么2024B演习投送的信号 就是我们更不允许迷惑性、欺骗性、渐进性的台独 蒙混过关 赖清德在今年双四上发表了极具欺骗性、迷惑性和危害性的台独分裂言论 不仅延续民进党台独纲领的错误主张 继续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绑架、火鞋、岛内民意 从演习实施背景看 赖清德发表挑衅言论在先 解放军采取必要行动惩戒在后 联合力见2024B演习 是成都触统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 那就是全天后 它的实战氛围更加浓厚 这次演练任务部队 联合编组是于凌晨夜间即发起军事射压行动 从兵力激动 展开布式到禁逼射压 随时可有迅转战 就像高悬头顶的利剑 随时落地的重锤 让赖当局近距离感受战争威慑 告诫赖清德之流 搞台独就没有和平 搞分裂就没有发展 只要台独分子挑衅一次 解放军围导所导行动 就会禁逼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